狂犬疫苗什么时候打有效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贾小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狂犬疫苗的注射呢 是一定要按照时间的原则 一般推荐的原则是 当接触了或者说当暴露了 被狗咬伤或者是被狗抓伤 或者狗狗舔尸了你的伤口之后呢 都应该要立即在24小时 之内去注射狂犬疫苗 狂犬疫苗的注射呢 它是一个按时间点去多次进行的过程 但是第一针在24小时之内 这个是一定要遵循的原则 狂犬疫苗在打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 那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反应 只要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啊 或者是过敏性子电呀 只要不是这样的反应 都应该坚持把这个疗程坚持下去 因为狂犬病的后果非常严重 请记者 杨栋梁冠军